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课程的目标 具体来说我们的课程的教学目标 一方面是透过历史事件的分析与探讨 与史料文本的解读考察 协助我们的同学能够掌握历史变迁的契机噪音 与过去产生连结与对话 来救命经典的承说脉络 理解经典的内涵 与时代意义 另一方面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导引学生在思考新明说 所强调的力群的价值的理念 并且借着来反思自己生活的经验 那么从中去辨明 体察自我跟群体的一个关联的意义 进一步激发产生积极进取的生活动能 让自己也能够成为社会的生力之名 基本上我们希望在这个课程能够培养学生 汇通文艺跟乐于阅读的能力跟习惯 建构学生客观分析 与独立思考的思维能力 并且能够激发产生改变生活动能 知识的能力 那总结来说呢 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理解会通 敏察客观 反思辨证 知识动能 道德伦理素养等各项的能力 那么不仅能够符合通事教育 核心精神的要求 也能够达成建构现代公民核心能力的目的 好